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瑩宇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跟低壓槽相關的雲帶 是覆蓋著華南地區 在雷達圖上可以看到 中午過後有一道強的雷雨帶 就是略過本港 我們帶來一些遮候雨 我們在今天的雨量圖可以看到 九龍和新界多處地區 都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 不過在下雨之前 今天早上還有一些陽光 所以今天各區的最高氣溫方面 就是介乎31至35度之間 我們預計現時位於內陸的低壓槽 將會逐漸向南移動 跟相關的一些大罩雨區和雷雨區 就會來到沿岸地區 無謂我們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所以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 大致多雲 有幾日趙雨和雷暴 明天的趙雨會較多 氣溫為介乎27至31度之間 風方面會吹和換的西南風 離岸風勢為間中清靜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早上的兩天 會是間中有大趙雨和雷暴 到接近周末時 趙雨才會逐漸減少 離岸兩天也有機會下雨 自民如果要外出的話 就記得戴上傘旁身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